冬奥的学员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2022年中级会计实务基础班次的课程 我是逐奖老师马晓鑫 从本讲开始 我们将会逐章的给您讲解全书的知识点 那么在具体去讲解第一章之前 让我用几分钟的时间来做一个简单的学习提示 没有办法 因为总是有学员不听前面的前导课 所以还是要快速的强调几个点 如果您是纯零基础的学员 之前没有考过初级 也没有接触过会计 或者接近于零基础的小伙伴 不能够直接听咱们基础班次的课程 需要先去听前面零基础先修班 或者是高校抢学班的前八讲 如果您已经跟着其他的老师 听过预科班次的课程了 也可以过来听基础班 但您要是没有听过预科班次的课程 而且是纯零基础的小伙伴 一定要听一下这两个课的前八讲 注意这两个听一个就行啊 因为这都是我讲的 是一样的内容 只需要听前八讲 就可以过来听基础班 但如果说 您比如说 我近两年之内刚刚考过初级 或者是咱们在2022年的5月份 刚刚考过初级的小伙伴 那么咱就直接听基础班就可以了 就不需要再去听前面的预科班次了 好再来 接下来听课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灵活运用倍速听课 这个点也很重要 因为我们中级会计时务 虽然整体来说难度还是有的 但绝大多数的知识点并不是特别难 难度持终 甚至有一些知识是属于比较简单的 大家如果可以跟上课程进度的情况下 您可以适当的调快一点语速 可以增加大家的备考的进度 而且针对于一些比较难的知识点 像我们说的那六座大山 是吧 涉及到长期股权投资 金融资产 金融负债 收入 所得税 然后合并财务报表 以及租赁 这些章节您肯定是要去听第二遍的 那我们对于那些简单的内容 就可以加快一点速度去听 把时间节省出来 这样您整体备考的时长也没有加长 而呢 我们在去听的时候 也可以拿出更多的时间 去听那些重难点的内容 好 再来就是 因为我在给大家讲课的时候 我的语速是既定的 如果您要是觉得我讲快了 咱就调到0.8倍语速 调慢一点去听 如果您嫌我讲的慢 咱就自动的给它调成1.2 1.5 1.8倍的语速去听 就可以了 调成您喜欢的语速 接下来是听我们这个基础班的时候 您可以打印我的讲义 打印讲义是大家用电脑去登录咱们的冬奥账号 然后在课表的后面就可以直接选择打印 当然如果您说我不想打印讲义了 我就结合着轻衣去听课 可不可以 也可以 只不过呢 我在讲解的时候 可能个别的内容与张老师写的轻衣并不是完全的匹配 知识都是一样的 核心重点内容95%以上全部都一样 只不过个别细节的展开可能略有区别 您要是看我在这个地方给您扩充了基础 而轻衣上如果没有的话 您就可以稍微去备注做一下笔记 尤其是我在课堂当中给到大家的小心点 只要您不是打印我的讲义的小伙伴 大家都应当把小心点做个笔记 记在您听课的那本书 或者是您的笔记本上 好 再来 再给大家加一个增值税小贴士的内容 这是属于初级当中的基础内容 但是咱只要学会计 尤其像咱中级会计实务后续的处理 基本上总是会遇到增值税的内容 而今年中级经济法又把增值税的内容删掉了 所以我有必要在这里给大家再来简单的巩固一下 如果说您要是这个内容非常的熟了 那我们可以快速跳过这一页 直接去看后面的内容 好 看到增值税小贴士这里 我仅是针对于中级考试可能会用到的基础内容来说一下 咱的增值税的纳税人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 只要题目当中没有明摆着说咱是小规模纳税人 那我们就不考虑这种情形 咱通常都是默认为一般纳税人 当然有些题目当中可能会说不考虑增值税 那么我们就不用管一般纳税人还是小规模纳税人了 就不用管增值税了 否则的话通常默认的都是一般纳税人 一般纳税人适用的是一般计税方法 那一般计税方法怎么算呢 就是当去算当期要交多少增值税的时候 它应当等于当期的销项税额 减去进项税额得到的是当期要交多少税 为什么要去强调这一点 这是不是在体现说一般纳税人适用的是一般计税方法 其进项税额可以抵扣 对吧 有些小伙伴说我学过增值税 那一般纳税人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 也可以适用减一计税方法 但是咱会计这里不会考这么细 我们只要是一般纳税人 都是用一般计税方法 好 强调一般纳税人的一般计税方法 是因为此时进项税额可以抵扣 对吧 我们什么时候会有进项税额来着 当我们购进来货物 劳务或者是服务的时候 如果我们是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 对方给咱开了增值税的专用发票 那么发票上的这个税额 就是可以抵扣的税 您一定要注意增值税的进项税额 会导致我们要交的税怎么样 会导致要交的税减少 比如说我们当期的销项税额 假如说是一百万 但现在如果有了二十万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 我是不是就可以少交二十万的税 我交八十万的税就可以了 所以进项税额会导致应交税费减少 这一点要想清楚 因此当我们购进货物 劳务或者是服务的时候 您确认的进项税额 应当在应交税费的借方 因为应交税费是负债 对吧 回忆一下我在预科阶段和初级阶段 给大家的口诀 资成费借家代减 收付所借减代家 负债是借方表示减少 代方表示增加的 现在进项税额多了 可以扣的税多了 要交的税减少 负债减少 在代方 好 假设此时我们购进的是原材料 那么原材料是企业的东西 是企业的资产 资产增加在借方 对吧 那么代方呢 是我们付出去的钱等 好 是这样的情形 重点关注啊 当我们是一般纳税人的时候 增值税的进项税额可以抵扣 会导致负债减少 在应交税费的借方 如果说我们现在是一般纳税人 我们对外提供服务 劳务或者是销售商品 我们就会去确认收入 咱会去确认主营业务收入 或者是其他业务收入 一旦有收入 我们就得给国家交税 此时确认的是销项税额 这就是对外销售商品服务 劳务的时候确认的税 此时销项税额是不是会导致 要交的税增加 对吧 我的销项税额越多 那我正常来说要交的税越多 所以销项税额应当确认在 应交税费的代方 因为此时要交给国家的税变多了呀 负债增加在代方 看好了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 好 他通常是在代方的 如果我们现在是小规模纳税人 首先我再次强调 如果题目当中要考咱是小规模纳税人 他一定会明明白白的给您 把这几个字写在这 非常的明显 只要没提示小规模纳税人 就不考虑这种情况 因为咱考试的时候 95%以上的题目 都不会涉及到小规模纳税人 小规模纳税人 适用的是简易计税方法 他要交的税就直接是 当期不含增值税的销项税额 乘以适用的征收率 就结束了 其进项税额不得抵扣 那么征收率呢 有3% 还有其他的情形 但是税率也好 征收率也好 在会计这里都不用背 要不然就人家直接给你发票 上头把增值税的税额给我们写出来了 连算都不用算 那要不然就是我们自己用不含税的金额 乘以适用的税率或者是征收率 算一下增值税 而这个税率或征收率 题目当中一定会给 所以咱就不用去背了 好 此时 如果我们是小规模纳税人 咱如果购进来货物 劳务或者是服务的时候 注意您借方确认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采购原材料 那么确认原材料的金额当中 应当包含增值税 因为这个增值税是不可扣的 这个点呢 大家先听一下 因为我们接下来讲存货 我马上就会再去给您强调一下 外购存货的成本当中 包含的税 得是不可扣的税 后面马上就会给您讲 给您分析 现在先听一下就可以了 此时因为进向税额不得抵扣 那包含在了采购的成本当中 也不会单独再去列进向税额了 所以就没有什么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进向税额 贷方是付出去的钱就可以 如果我们是小规模纳税人 现在去确认收入的时候 贷方也是确认主营业务收入 或者是其他业务收入等 你确认了收入 就要给国家交税 但是咱现在还没交 所以是应交税费的增加 也就是负债增加 但如果我们是小规模纳税人 因为他的进向税额不得抵扣 咱做会计处理的时候 不需要去确认进向税额 那此时呢 我们直接就不用去区分进销项了 因为你如果要去区分进向以及销项 那我就要分开写 现在呢进向税额在会计这里 是不用做处理的 因为它直接含在采购成本里了 那就不需要去区分进销项了 所以这里没有一个括号 销项税额 直接是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看好了啊 一级科目 也就是总分类科目 是应交税费 应交税费是负债 负债增加在贷方 好 这个增值税小贴士 是为了防止学员朋友们 对于税的处理有遗忘啊 我们快速的来回忆一下 在这里 你重点记住的就是一般纳税人 增值税的进向税额 应当确认在借方 对吧 一般确认在借方 这是应交税费的减少 那确认销项税额的时候 是在贷方 好 同时 让我们再来回忆一遍口诀 如果您要是记不清 哪一类科目 在借方和贷方表示什么 我们一起来记一下 资 成 费 他们都是借加贷减的 这是资产类 成本类 以及损益类当中的费用类的科目 他们都是借方登记增加额 贷方登记减少额 那再来呢 是收 付 锁 他们是借方登记减少额 贷方呢 登记增加额 好 看好了 这是损益类当中的收入类 负债类 以及所有者权益类的科目 是借减 代加 后面还有一句 是背底 相反 那背底指的是背底类的科目 它是相反的 怎么说呢 比如说我们后面会学到的 累计折旧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他们都是属于资产背底类科目 资产类科目 它是借加代加的 而背底 反过来 是借减 代加的 如果有小伙伴啊 还没有记清楚 哪一类科目借贷 表示什么 这个部分 快速的补起来 好 接下来 我们进入到第一章资产内容的学习 既然这是我们学习的第一个章节 那当中有很多的内容 我需要给您稍微补充一下 比如说我讲解的一些思路等等 大家稍微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好 一个章节开篇之后 我们先来看一下本章考情分析 在这里要给您去介绍 本章主要的变化 以及考试的形式 那么从变化的角度上来说 旧教材里头第一章是总论 今年已经删掉了 把旧教材里头的第二章存货 也就是当前的内容往前提了 顺位变成了第一章 再来 从具体内容的变化的角度上 今年删除了存货的概念 那为什么呢 今年初级和中级的教材 在编写的时候很注意衔接 存货的概念在初级的时候已经学了 所以到中级这里就删掉了 有同学说 那我看着教材 你像什么存货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等 也是有一些内容和初级相重合呀 即使略有重合 您也得再仔细听一下 因为在个别细节 以及某一些知识的深度上面 中级和初级是不太一样的 还是要仔细看啊 好 再来呢 就是考试的形式 本章呢 为基础性章节 什么是基础性章节 您像现在的存货 后面的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以及投资性房地产 资产减值等 这些都属于基础性章节 因为他们不仅仅是可以自己 单独的去命之题目 那还可以链接到后续的一些 比较有难度的知识 一起去进行考察 比如说你这个存货 它可以单独去考 那也可以与长期股权投资 和并财务报表 收入等内容 联合的去进行考察 所以您把本章内容学好了 不仅是为了得本章的分 还是为了得后面章节的分数 这种基础性章节 可能直接的分值不是很高 但您一定要学得很好 因为您像后头学长期股权投资 和并财务报表的时候 那些章节的内容 本身已经很难了 但如果相联系的基础章节的内容 您还不会 那就难上加难 所以一定要把这些基础性章节 学得非常的扎实 好 本章呢 主要是以客观题的形式考察 也就是单选 多选 判断 这种 根据以往的情况 它也可以结合着长期股权投资 所得税费用 和并财务报表等内容 在主观题里面出现 今年咱们还增加了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以及债务重组的内容 那么存货也是可以并到 那两个知识点里头去进行考察的 总体来说是很重要的基础性章节 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本章都要学习哪些内容 第一节 存货的确认和初始计量 每一年都有很大的概率 会在这个部分去贡献出来这种单选题 因为它可能与计算相关 如果考的话 通常就是存货的初始确认的成本 好 但是您不同的方式取得的存货 初始确认成本的计算又不一样 后面会给大家讲到 接下来是存货的期末计量 那期末计量 重点就是看它的可变现净值 后面都会给大家讲到 具体去给大家讲后面内容之前 看一下总体的提示 本章所涉及到的例题 如果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 均是采用实际成本法 对存货进行日常核算 那实际成本法 就是说它成本是多少 就确认多少 如果有小伙伴没有考过初级 那您可能说那除了实际成本法 还有别的吗 有很多 比如说计划成本法 但是咱们终极 99%的概率 甚至更高的概率 不会考到计划成本法 所以您就不用去纠结了 即使是没有考过初级的小伙伴 也不用补计划成本的内容 咱就按照实际成本去看 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一下 第一节存货的确认和初始计量 在这里要学的内容有两个 第一个是存货的确认条件 第二个是存货的初始计量 未来我们在给大家讲课的时候 如果是针对于一些重难点的内容 我会给大家反复的念叨 咱们也会反复的演练 但是对于一些相对来说不是很重要的 基础理论的内容 我就给您快速的说一下 您稍微听一下 作为一个理论铺垫就可以了 不需要过分的去纠结 也不需要在这上头浪费过多的时间 您比如说在这里看到的存货的确认条件 大体理解一下就行 完全用不着背 听明白怎么回事就行了 存货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才能予以确认 那这两个条件 第一个是与该存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第二个是该存货的成本能够可靠的计量 不用背 听一下就行了 先看第一条 与该存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咱们企业持有存货 归根到底的目的就是往外卖 您比如说咱们这个企业是生产加工东小二玩偶的 那我们生产好的玩偶 你正常就是要往外卖 然后给企业赚钱的 这就会涉及到相关经济利益 很可能流入企业 卖出去就会收到钱啊 即使说我们现在持有的是一些原材料 比如说我生产东小二玩偶的布料和填充物 那等我把它加工生产成东小二玩偶 还是卖了之后会给企业带来钱 对不对 所以您就看这个存货 如果以后卖了的话 钱是不是给咱的就可以了 那我怎么去区分呢 最典型的就是看所有权 你就看这存货是不是咱的 如果这存货是咱的 那以后卖出去钱肯定给咱啊 但如果这批存货是张三的 人张三卖出去了 钱归张三 跟咱没关系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主要就是看所有权 例如根据销售合同 已经售出的 其所有权已经转移的这种存货 与其相关的经济利益 已不再流入本企业 此时 即使是这存货尚未运离企业 也不能再确认为本企业的存货 那什么意思呢 咱们有一批东小二玩偶 我们和张三之间签订了合同 这批东小二玩偶已经卖给张三了 那现在呢 所有权已经归张三所有 只不过张三跟咱们商量了一下 他说他这个仓库啊 现在特别的满 腾不出地方来 跟我们商量一下 他第二天再过来提货 行不行 行 所以这堆东小二玩偶 那他即使放在咱们的仓库当中 好 这个时候得强调说 但他的控制权已经转移了 符合了收入的确认条件 此时 即使货物还在咱这 但因为已经不是我们的了 那 他就不是咱的存货 因为这批东小二玩偶 以后再卖出去的话 就是给张三钱了 咱已经把它卖给张三了 是这样的情况 肯定有小伙伴会说 哎 控制权已经转移 且符合收入确认条件 是怎么回事 学过初级或预科的小伙伴 肯定是知道的 但您现在 如果我们零基础 不知道也没事 这在后面讲第十章收入的时候 会给大家讲 大家在这里听一下就可以了 不是不给你讲 是如果绕到那边讲两三个小时 没有必要 咱们听一下就可以 当前在存货这里 也不会深入的考这个内容 您就知道 货物已经卖给别人了的话 那么货物的所有权是别人的 以后再卖出去 也不是给咱带来好处了 不是我们的存货 接下来 又如委托代销商品 由于其所有权 并未转移至受托方 仍应确认为 委托企业存货的一部分 那么什么意思呢 此时就是分为了 委托方 以及售托方 这个委托方啊 自己有一批货 自己不卖 他呢 运给售托方 让售托方 帮他来卖 此时 委托方只是把货物运出去了 你比如这么想 咱现在是委托方 我们生产出来 100个东小二玩偶 我们不卖 我们运给受托方 让他帮咱们卖 但我们跟受托方之间 已经约定好了 说你要卖不出去啊 你再给我拿回来 而且呢 每一个东小二玩偶 得按照我们定的价格 往外卖 好 此时 我们虽然把货物 运到受托方那去了 但是 这货物给受托方了吗 没有 仍然是咱说了算 咱随时可以收回来 如果卖不出去 这个风险 还是我们来承担 所以 虽然把货物放在他那 但仍然是咱们的货物 所以看好了啊 此时 从所有权的角度上来说 所有权还在咱委托方的手里 那以后 如果这批货物卖出去了 卖给了具体的客户 那这些好处钱给谁啊 给咱啊 即使受托方帮咱把东西卖出去了 那他也得把钱再给咱 有特别说 那受托方什么好处没捞着吗 不会的 受托方会收一个手续费 他就收点佣金 手续费 主要卖东西挣的钱还是咱的 所以这批货物 现在的所有权还是属于咱们的 以后还是会给咱带来好处 属于企业的存货 这个内容在后面第十章里头 也是会具体讲解 好 接下来看第二条 该存货的成本能够可靠的计量 如果存货成本不能可靠的计量 则不能确认为一项存货 那您就看看它的成本呗 例如企业承诺的订货合同 由于未实际发生 不能可靠确定其成本 因此就不能确认为购买企业的存货 那什么意思 比如说咱们需要一批布料 我们跟假公司之间啊 说了一下 说这样 下个月我打算从你那采购 一百吨的布料 可以吧 好 但是现在只是承诺 因为这批货物现在也还没有买回来 你具体它的价款是多少 或者会发生多少运输的费用 砸七砸八的费用 我们并不清楚 所以此时您并不能够确定 到底下个月要买来的这批布料 它的成本是多少 此时就不能将其确认为存货 又如企业预计发生的制造费用 那我们在后面会给您讲到 咱们企业可以自行加工产品 比如说我们采购进来一批布料 我们就可以让咱的工人把它加工生产成东小二玩偶 此时加工成本当中会包括料 工和费 那料就是直接材料 比如说消耗掉的这个布料啊填充物 工就是相认人员的工资 职工薪酬这一些 那再来费呢就是间接的成本费用 也就是这里说到的制造费用 我们在后面会给您稍有补充 现在听一下就行 但是此时他说的不是已经发生的制造费用 而是预计发生的 预计发生的发生了吗 还没发生呢 你即使说我预计呀 会发生200块钱的制造费用 但是这个数一定准吗 也不一定准 是不是 我也不能掐指一算 就知道说准确的钱是多少 像这种预计发生的 也不能够可靠的确定其成本 此时呢还是不能寄到存货里 对于该存货的成本能够可靠的计量 我们就是大体注意一下这条小心点就行了 您像这种承诺的 以及预计发生的 都因为他们还没有准确的确定成本 不能够确认为存货 把住这个重点就可以了 好 关于存货的确认条件 大体看一下 您说我听懂了 就够了 不用去背 再来 我们看一下存货的初始计量 这里面有一些内容 是我们一定要稳稳的把住的 好 看一下 存货应当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 那所谓成本 就是当我们第一次去确认 存货的时候 注意 我们并没有一个会计科目叫存货 咱存货对应的科目 以中级考试来说 用到的最多的是原材料 以及库存商品 比如说原材料增加 我这里就写一个字了 因为我这种版书 然后我写字的时候也比较着急 写的好看不了 而且写很多字比较浪费时间 所以大家简单的看我写一两个字 知道是什么意思就可以了 好 我们初次去确认这个存货增加的时候 你后面跟着的这个金额 就是这里说到的成本 初始计量就是第一次计量的时候 你所确认的那个数 我刚才为什么说 初次确认存货增加的时候 因为一旦采购进来原材料 是不是原材料就增加了 原材料是资产增加在借房 别忘了好继续 存货的成本包括采购成本 加工成本和其他成本 简单来说一下 比如说我们这批布料是从外头买来的 那您从外头买来的不就是采购来的吗 此时就会有一个采购成本 你买这批布料到底花了多少钱 好 再来有加工成本 比如说咱们这个企业是自行加工东小澳玩偶的 那我们加工东小澳玩偶也会有成本啊 你比如说我们要耗用一些材料 比如说布料啊填充物啊 还要有相应的人工 咱们的员工得去工作 我们也得给他发工资 以及一些间接的成本 这里都会涉及到加工成本和其他的成本 在这里了解一下这段话就可以了 因为接下来我们会具体的去说 不同存货的成本 共成的内容不同 那不同的存货其成本怎么去确认 接下来会逐一说明 看一下啊 整体来说我们要学习这三大类 第一类是外购的存货 也就是从外面买来的存货 比如说从外头买来的原材料或者是商品等 如果题目当中提到说 购入材料 对应的科目就是原材料 如果题目当中说购入商品 对应的会计科目叫库存商品 库存商品 后面都会涉及到 好 第二类是通过进一步加工而取得的存货 那进一步加工的存货 谁加工的呀 可能是咱自己加工的 这就是自行生产的存货 像我们自己生产冬小奥玩偶 那这就是自行生产出来的冬小奥玩偶 好 也可以咱自己不加工 我们委托别人帮咱加工 比如说我们把一大堆的布料啊 填充物等给甲公司发过去 让他来帮咱们加工 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委托外单位加工的存货 这种情形后面都会讲 接下来第三大类是其他方式取得的存货 那其他方式有可能是老板们给咱投进来的存货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老板是张三 张三投进来一批材料或者是库存商品 这是投资者投入的存货 也可以通过提供劳务取得存货等 比如说我们现在帮别人加工一批货物 那就变成了刚才这里头的受托方啊 我们接受别人的委托 帮别人加工一批货物 那么此时也会有相应的存货产生 好 这种情形后面会给您稍微大一下 其实除了这三大类之外 还有其他的情况 比如说涉及到这个债务重组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获得相应的存货 那因为那些都有其他章节单独说明 我们在本章呢就重点研究 这三类存货成本的构成 首先来看一下外购的存货 外购存货的成本又叫存货的采购成本 大家就不用去纠结个别字了啊 你从外头买就是采购 好 那外购成本呢给大家一个小心点 外购成本等于价费税 税是不可扣的税 这是一个通用的小心点 无论我们外购的是当前的存货 一或者是固定资产 或者是无形资产 甚至是后面的投资性房地产 外购的成本都是等价费税 税是不可扣的税 好我们逐一来看一下 价对应的就是购买的价款 是指企业购入材料 或者是商品的发票账单上列明的价款 好 一般来说题目当中会直接给 比如我们从外头采购进来一批布料 告诉你对应的不含增值税的价款 是一万元 或者他直接给咱一张发票 注意啊 我们初级中级住会 会计考试的时候都一样 默认增值税专用发票上 注明的金额是不含税的金额 那这个金额就是我们要找到购买的价款 如果人家给咱的是一个含税的金额 咱会计考试这 如果是含税金额 他会直接说 比如说含税价款一共是一万一千三百元 一旦是含税的金额 你就得先给它换算为不含税的金额 怎么换算来着 这是初级经济法基础的内容啊 应当是用含税金额除以一 加上适用的税率 咱一般遇到的税率是13% 所以就除以一加上13% 换算为不含税的金额 也就是一万元 以此作为购买价款去进行确认 好 我在这里再次强调一下 咱购买价款里头 不包括按照规定可以抵扣的增值税的进项税额 比如题目当中说 我们是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 如果我们购进来这批货物的同时 人家给咱开了增值税的专用发票 上面著名的增值税的金额是1300元 那这个税不包含在购买的价款里 另外 我在前头给大家增加了增值税的小贴士吗 你有没有想到什么 咱是不是说 作为一般纳税人 增值税的进项税额是可以抵扣的 那凡是可以抵扣的税 都不能够寄到外购的成本当中 这是我给大家编这个小口诀的时候 就强调的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用大白话来理解一下 比如说 我们现在先不讨论费用 因为费用这块还没讲 就光看剩下来的价税 说咱采购进来这批货物 比如说是布料 不含增值税的价款是一万元 假设 对应的增值税是1300元 如果我们是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 增值税的进项税额是可以扣的 但是我现在我就无信息 我给它寄到成本里头 你试一试 因为我们在前头说 咱是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 增值税的进项税额可以抵扣啊 你现在如果把它寄到成本上 那它可以扣 那扣的时候 您还得再给它减下来吗 那你减完了之后 不还是一万吗 咱就这么想 因为这税是可以扣的税 你要是给它寄到成本里 以后扣的时候又得往下减 咱的成本不能随便变 除非有极其特殊的情况 要不然您这个存货的成本 不能来回变 不仅是存货的成本 不能来回变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等 成本都不能随便变 所以对于这种可以抵扣的税 一开始就不给它寄到成本里头 咱就这样理解就行了 您说它多么的严谨 不至于 但是好理解 好 你就记住 凡是可以扣的税 不能寄到成本当中 由此 我们重点来看一下增值税 咱考试的时候 主要就是考增值税 只要题目当中说 我们是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 那增值税的进项税额可以扣啊 我们就应当单独记载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的借方 为什么来着 前都不说了吗 你进项税额可以抵扣 一旦往下抵扣 我要交的税就减少了 它会导致负债减少 负债减少在借方 好 再来 如果我们是小规模纳税人呢 虽然考到的概率相对低 也有可能考到 那你得想明白 如果我们是小规模纳税人 是不是特意强调过 增值税的进项税额 不得抵扣 一旦是不得抵扣的税 就应当记在成本里 我再次强调啊 不可扣的税 应当记在外购的成本当中 这是价费税当中的税 得是不可扣的税 现在不可扣 记到成本里就行了 虽然我后面这里 还给大家说的很细 你一般纳税人 得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如果一般纳税人 没有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记下税额也不准扣 这个时候 不准扣的税也应当记入成本 但这种情形 除非题目当中特意去强调 要不然咱终极考试是遇不到的 反正迄今没考过 重点掌握这两种情况 就可以了 好 再来 针对于刚才说到的税 再稍微说一下 是指企业购买资质 或者是委托加工存货所发生的 应归属于该存货成本的消费税 资源税和不能从增值税 销项税额当中抵扣的 进项税额等 对于相关的税费 您就记住一个点 凡是寄到成本当中的税 都得是不可扣的税 就可以了 不仅是外购成本当中的税 得是不可扣的 咱如果说 比如后面会涉及到自行研究开发 无形资产 或者是自行构建固定资产 您只要是寄到成本里头的税 就得是不可扣的 就这么理解 您要是把它寄进去了 那以后扣的时候还得再往下减 对吧 那我一开始就不记 凡是可以扣的税 都不能记住成本 好 那价和不可扣的税 就都说完了 相关税费这就说完了 再来就是其他的各种 杂七杂八的费用 这是我们为了取得这个存货 而会涉及到的必要的费用 比如说 我们要从南方采购进来一批布料 那我得把布料运过来啊 这时候会涉及到运费 此时 这批布料如果很重 还得找人来装卸 就会有装卸费啊 怕货物在路上出什么问题 还得买保险 这是保险费 以及 其他可归属于存货 采购成本的费用 此处强调一个点 采购成本当中 应当包含运输途中的合理损耗 这个内容 我要在此处强调一下 您比如说啊 我们从南方买来了一批布料 对应的购买的价款是1万元 好 我们在这里先不考虑 税了啊 其他的费用咱也不管 我就告诉你 这批布料 从南方运往北京的时候 压在最底下的布料给磨坏了 那磨坏了多少钱的呢 磨坏了50块钱的布料 只要题目当中说 这是运输途中的合理损耗 那这个合理损耗应当包含在采购成本里 那就有同学会觉得说 包含 我懂 我给他加上去 加上去对吗 不对 为什么呀 你想一想 我们统共买进来的布料 就是这1万块钱的布料 现在呢 有当中这么一小丢丢 50块钱的部分被磨损了 对吧 但我们不能因为说 他磨损了50块钱的布料 我就要把这50块钱的合理损耗 给他加上 那您就相当于是买了1万050块钱的布料 你买了这么多布料了吗 没有 我们统共就买了1万块钱的布料 所以您现在的这个合理损耗啊 本来就包含在买价当中 也就包含在购买的价款里 你需要给他重复往上加吗 不需要 因为你没有买1万050的布料 你统共就买了1万块钱的布料 现在有损耗 因为应当包含在成本当中 我们不需要给他往下扣 应该包含吗 但你要重复往上加吗 不准加 因为你没买那么多 所以在这里 对于这种运输途中的合理损耗 它的处理是 不能够往下减 也不准给我重复的往上加 因为购买价款里头 已经包含了这一部分了 一定要想清楚这一点 你要说 我绕晕了 绕晕了 咱就直接记 看到合理损耗 不重复往上加 也不准往下扣 就可以了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刚才这里说的 其他可归属于存货采购成本的费用 即采购成本当中 除了上述各项 已经列出来的什么运输费 装卸费 保险费用 等的这些之外的 其他的可归属于存货采购成本的费用 如 在存货采购的过程当中发生的仓储费 包装费 运输途中的合理损耗 入库前的挑选整理费用等 那运输途中的合理损耗 刚才已经说了 你不准重复的给我往上加 因为他不能说因为有损耗东西还变多了吧 没有 再来也不准往下减 因为这是包含在成本里头的 这一点要注意 再来 关注一下入库前的挑选整理费 我们外购存货 最终的目的得是验收入库 您要是学过初级的内容 特意强调验收入库 那要验收入库 就会涉及到一些挑选整理费用 您说这批货物 现在已经运到咱们仓库的门口了 但还没有挑选入库 那么这个时候 还是再涂物资 还不是库存的材料 你比如说 采购进来的是原材料 入库之后就是原材料 如果采购进来的是商品 那么入库之后就是库存商品 但现在还没入库 那么如果为了入库而发生挑选整理费用 也得寄到成本当中 这是入库前的 您关注啊 入库前的必要的费用 应当寄到成本里 入库后的费用 通常就不寄入到成本当中了 典型的就是仓储费 仓储费在这里 大家可以跟着我来寄个小笔记 后面也会给大家总结啊 在这您先看一下 涉及到仓储费用 有些时候它不叫仓储费 它叫存储费 是一个意思啊 大家不用觉得换了个字就不认识了 那么对于仓储费和存储费 我们需要去关注 它是入库前的 还是入库后的 如果是入库前的仓储费用 通常情况下应当寄到成本当中 这就是外购成本等于价费税 税不可扣啊 里头的那个费 注意一下啊 是必要的费用 比如说 我们现在从南方采购进来一批布料 根据当前的疫情政策 假如说啊 我们必须要先把货物在天津停靠一天 为什么呢 为了消杀 为了杀毒 好 那这个时候 发生的仓储费用 就应当记在其成本当中 这是必要的仓储费用 您只要想把货物运往北京 我就得交这一天仓储费 那这是必要的费用要记入成本 但如果题目当中说的是入库后的仓储费用 一旦是入库后杂七杂八的费用通常是不记入成本的 所以只要题目当中没有特别说明入库后的仓储费用应当记入损益 也就是记入损益类科目 准确的来说是管理费用 不会记到存货的采购成本里了 因为这存货早就已经采购完了 但如果题目当中特意强调 是入库后的 为了达到下一生产阶段 所必须的仓储费用或者是存储费用 此时也会记入存货的成本 那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企业现在是酿醋酿酒酿酱油的企业 您知道酿造是不是要有一个过程啊 它得有一个发酵的过程啊 那这个阶段 比如说我发酵半个月一个月 那这个阶段的仓储费用 就是我们为了得到最终的产品 而必须要有的仓储费用 那这些仓储费用会寄到成本当中 好这是对于仓储费和存储费的说明 我在这里不重复了 后头还会再讲一下 好这是涉及到外购成本 等于价费税 税得是不可扣的税 这一点要关注 另外就注意合理损耗 你既不准重复的往上加 也不准给我往下减 好接下来我们来做两道题目 演练一下 先看一下这道19年的单选题 甲公司系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二某19年12月1日 外购一批原材料 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 著名的价款为80万元 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著名的金额 直接是不含税的金额 也就是购买价款 增值税的税额为10.4万元 因为我们是一般纳税人 增值税的进项税额就可以抵扣 可以抵扣的税不能寄到成本当中 入库前发生的挑选整理费用 这是必要的费用 也要寄到成本当中 不考虑其他因素 该批原材料的入账价值为多少万元 那外购成本等于价 然后呢 费 费就是这1万的费用 以及税 但税得是不可扣的税 这里是可以扣的税 不能寄入成本 所以直接算完了81万 多么的简单 这是19年的考场真题 是可以扣的税额 是可以扣的税额